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晚报 今天是2021年9月23日,傲股判后,美股判欠 我是金运输博Wilson,以及我们的粉丝团队Nancy和Edison 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 ASX大盘收涨,媒体股NWS,领涨8.4% 周四,老大利亚蓝筹股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上涨 推动ASX200指数上涨1% 所有股市板块均收信息技术股上涨3% Afterpay ASX APT上涨4.21% CIP ASX Z1P上涨6.92% 各业油价上涨后,能源股上涨2.8% Woodside ASX代码为WPL,消负上涨1.8% Santos ASX代码为STO上涨2.9% Oil Search ASX代码为OSH上涨3.4% 当年表现最出售的是 News Corp ASX代码为NWS 改公司股价收盘上涨8.4% 收益于32.56澳元 第二次要问 由矿商Aura Energy收盘暴涨8,566.67% ASX发出警告 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X一项公司经纪人和交易人 发出严厉警告 称社交媒体用户协调上市股票的非好暴涨和抛售活动 以赚取巨额利润 ASX表示 近期所谓的暴涨暴涨活动激增 交易商有责任提交可疑活动报告 ASX表示 公司有必要主动报告任何异常交易 周测市场开判前 推着充斥的大量宣传Aura Energy的帖子 Aura Energy是一家小型的右矿看单商 其股价大幅上涨 一家专注于 一个专注于ASX暴涨和暴跌的Telegram小组 提名Aura Energy 所谓当天的目标到商务试点 该股开发价为33欧分 上涨了7800% 之前交易价格仅为0.03欧分 也就是三尼 媒体公司News Corp增加股票回购 Rupert Mordor的News Corp ASX代码为NWS 将其股票回购计划增加一倍至10亿美元之后 其股价在细腻当地交易所即刻上涨了7.4% 股票回购将股票从市场上移除 将公司的利润分散到更少的股票上 如果股指保持不变 将会提高美股的价格 股票股价上涨时期在ASX 达到一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并且距离8月初的历史高位不到10% News Corp是周四蓝筹股中表现最好的公司 首于32.5月 涨幅为8.42% 我们来看快速一份 纳美技术公司ADO和医疗供应集团签署了一份分销协议 该公司与医疗供应集团 Euromedics Apertura Medicula 签署了一份分销协议 和在罗马尼亚的Eugenie Reader平台和SARS COVID-2 抗原快速诊断测试进行分销 此外 Eugenie的经销商协议 现在已经在14个国家和地区结束完成 黄金银材商Pantura LTD 今日提供了其年度矿产资源和矿石储量报表 公司的报表显示 矿石总储量增加了9% 达到了670万吨 进行含量2.1克每吨 总含量为493,000L 建筑公司Brickworks销售额暴跌 由于对墨尔本建筑业实施的为期两周的停工禁令 导致澳大利亚最大的 机转和转网集团Brickworks 在贵州的销售额立刻下滑了80% 我们来看今日行情 标报交错两百支出 S&P ASX200 今日首遇7370.2点 单日上涨1% 我们来看ASX200的经济表现 News Corporation NWS媒体和娱乐公司上涨8.42% Whitehaven Cole Limited 美矿公司上涨97.24% Corporate Travel Management 旅游管理公司上涨6.55% Reliance Worldwide Corporation 供税系统公司下降2.39% 材料黄金公司 黄金看待商 Remelius Resources Limited 下降1.41% 同样是材料黄金公司 黄金看待商 Northernstar Resources Limited 下降1.40% 然后我们来看今日的分析量冲票 第一个是News Corporation 代码是NWS 上涨是2013年的6月19日 属于媒体和娱乐行业的 经济收益32.56 涨幅是8.42 成交量是45.06万 市值是11.60亿澳元 成交额是1444.47万澳元 市影视40.31 NWS Corp 是一家多元全球化的多元媒体和信息服务公司 致力为全世界的消费者 企业创建和传播 权威性且有意义的内容 该公司有多个媒体组成 包括新闻和信息服务 图示出版 收子房地产服务 澳大利亚的有线电视网络节目 澳大利亚的付费电视发行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一年日线图 最近一年的走势较为评论 也是在近日有一个大法上升 你看三年周线图 整体处于上升头的老住 但是上升幅度不是很大 以及五年月线图 第二家 Whitehaven Co-Limited WHC 上升日期是2007年的6月01日 能源行业属于走煤矿的 近日属于3.1澳元 兆幅是7.24个万元 看过我们往期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对这家公司稍微有些了解 因为我们在往期节目中 也屡次介绍到这家公司 它经营的成交量是1385.99万 市值是32.12澳元 成交额是420605.43万澳元 Whitehaven Co-Limited 是一家煤矿矿大公司 在西南维持州企业部的 Gunada 盆地 营运矿山 该公司在Newcastle Co-Infrastructure Group 也有股权 并通过Co-Ellied Industries 收购了矿产 这公司 该公司每年从其用的矿山 生产了超过2000万吨 可销售的热煤和延期用煤 看到它的一年日线图 整体处于上升头脑当中 以及其流线图 还有其年月线图 我们看到月线图是在一个下降的通道当中 但是在近年又有一些回事 好 以下是今日的信息来源 民众财富 追惠理财 全球精选 虽然停止 加年长期 明年同一时间 明年再见 我是主播 欧生 谢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